307风扇造型实体 那风扇这个我们从叶片开始画 那叶片这个夹角是30 那旋转角度呢跟垂直夹60度 当然跟水平就是夹30度 叶片的厚度是10 所以这边要怎么做呢 来第一个我们要做一个 跟水平夹30度角的面 所以这边我们先做一只肘 好选择top面 再选择from面 按住control键来选 所以这边就有一只肘 然后做平面 好按住control键选top面 那跟top面夹几度呢 当然就是夹30度角 跟水平夹30度 好确定 好然后这边炒绘 选择dtm1 炒绘 来然后这里呢我们画一个圆 好圆的直径 就是200 所以这边改200 好然后把它改成 把它这边加一个中心线 好然后拿直线 画一条线 好然后我们再以这一条做镜像 好然后这里呢我们要夹30度角 好然后把7不要的线删掉 好那这边确定之后来 control D 好我们做引申 然后引申做对称 是10 打勾好那一片就做好了 一片做好之后呢 我们要做正列旋转 所以这边我们要再做一只轴 选择right跟from面 按住control键 所以这边就有一只轴 然后把这只轴往上移 选引申做正列 然后这边选轴 这只轴 然后呢这边要几个 六个六片 好然后360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叶片就做出来 叶片做出来之后呢 那中间这个部分呢怎么做好来点选炒灰 tap面炒灰 然后选择中心和点 然后从这里画一个圆 然后圆的直径是60 好完了之后确定 control D 然后做引申 好那引申这边呢我们要做双向的贯穿 好 ok 双向的贯穿哈来这边 好双这边要除除那个除漏哈移除 移除材料哈两边都选贯穿哈 ok 好完了之后呢再炒灰 tap面 来再画一次 圆 好然后这边是60 好然后再画里面内部一个圆 这个圆呢直径是30 好确定 control D 好做引申 好那一样啊 一个两边都是自所选的哈这个点 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下面这个点 好然后确定 ok 好然后呢他的坐标系是在上面这里哈 好所以这时候呢做标系好选轴按住control键选面好那这时候呢呃我们看一下哈好S要在这个哈不然的话你这边比较麻烦你也可以这么做哈呃做标系哈S是这里所以先选这里按住control键选from 再点面好S在这里 好S在这里 好S在这里然后Y要朝上所以Y轴做反向确定这样就可以了哈这样比较快好那第一题呢表面积哈所以分析质量属性这一个哈好面积是这一个哈好面积是这一个好然后接下来呢体积是这一个好然后接下来呢体积是这一个好 好 底基是这一个 好,B跟C两点的距离 B到C,所以这时候呢 选择测量,选这一个 坐标系,然后按住Ctrl键 点这个点 好,所以这时候呢,它的距离 是这个 好,那以上这边 就是307体的部分 凶了 插到 是 好,这样